一场整容手术后 我发现身体日渐消瘦 甚至莫名晕倒 再次手术修复后 我的身体彻底垮了 在医院检查后 我竟然发现手术台上 刺眼的灯光让我有些头晕目眩 身穿白大褂的李江佳走到我身边 声音仿佛带着特别的魅惑力 亲爱的 手术当中垫鼻子用的骨头 需要从你的肋骨上面取哈 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在手术单上签字 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手术了 从肋骨上取 我不由得疑惑 之前怎么没有提前告诉我 放心好了 这绝对不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任何影响 你就当作睡一觉 等睡醒了就可以拥有一张美美的脸蛋了 我想了想 还是选择拥有一张美丽的脸 于是我爽快的在手术单上面签字 手术进行的非常顺利 我也变成了一个大美女 我开始享受着成为美女后的各种福利 比方说上下车的时候会有男士主动为我让路 就连去便利店买东西也会被店员误认为是明星 我满心欢喜 觉得这场手术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直到一周后 我却发现自己瘦的厉害 分明是半个月前买的紧身衣 现在穿着就已经肥大了一圈 可我并没有刻意减肥 我对着镜子撩起衣摆 看见肋骨下方有一道伤口 那是取骨头留下来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觉得位置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我伸手按了按肋骨的位置 将衣服重新整理好 我给李江嘉打了一通电话 李医生 整容手术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 我发现最近好像瘦的厉害 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因为取了一点肋骨出来 导致你身体里面的血液循环更快 所以才会瘦的 你多吃点好的补补就可以了 听了他的话 我渐渐放心 可是隔天上班的路上 我突然眼前一黑 晕倒在了路边 等到再次醒来的时候 竟然看见李江嘉站在床边 你有点滴血糖 是不是没有吃早餐呀 他给我递了一杯糖水 随后在床边坐下 毕竟整容手术会稍微改变你的骨头 这段时间还是需要多注意身体的 不要太过劳累 我歪着头想了想 最近加班确实有些严重 对了 我看你的下巴这边好像有点不对 晕倒的时候可能碰到地上了 需要再进行修复一下 文言 我内心一紧 连忙拿过镜子照了下 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 竟然真的觉得下巴似乎有点歪 重新修复吗 会不会很难恢复啊 在这之前 我也看过太多整容手术失败的案例 看见那些女孩原本长得不丑 但是一场手术之后 整张脸崩得不能见人 我害怕成为那样的人 害怕再一次回到从前的自卑 李江嘉笑得从容 不会的 只是轻微做个小调整 绝对不会崩的 之后 他又请我出去吃饭 可是 我看着餐桌上好几道深海鱼 一时不知道应该如何下筷子 你很喜欢吃鱼 就算喜欢吃鱼也不至于点这么多道吧 李江嘉加了一筷子鱼肉放进我的碗里 我们女孩子就应该多吃点深海鱼 对身体好的 况且你手术结束 也应该多补补 然而我愣愣地点头 加起碗中的鱼肉放进嘴里 餐桌上李江嘉也跟我普及了一些关于整容手术的风险问题 虽然解答了我内心当中的疑惑 但我还是握紧手中的筷子 其实我真正担心的是钱 整容手术不便宜 虽说李江嘉最开始帮我争取到了医院的福利 只需要我帮他们拍摄广告 就可以抵消整容的手术费 但我想人家到底也需要钱来吃饭 总不能一直这样做慈善生意吧 怎么了你好像还是有顾虑啊 要不然说出来看看 兴许我可以帮你解答呢 我放下筷子叹了口气 就是我觉得二次修复的价格应该也不便宜吧 早知道小科小碰就会让下巴歪了的话 我当初摔倒的时候就应该躺倒 李江嘉看出我内心中的顾虑 玩耳一笑 这个你放心好了 修复是不要钱的 真的吗 当然了 况且我看了一下 你下巴的问题不大 是个很简单的小手术 你我都这么熟了 我也就不收费了 这样一来 我也就放心了不少 点点头答应 这顿饭 我们吃的还算愉快 一想到我马上又可以变回原本的好看模样 我还有些期待 我跟李江嘉约好了隔天手术 再一次躺在手术台上 我没有来得哆嗦一下 此刻竟然还有些紧张 我深呼吸两下 接着闭上双眼 不知道时间过去多久 我缓缓睁开双眼 似乎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 快点缝合 麻药效果快过去了 知道了 你别催 主要是他上一次的伤口都没有长好 你怎么这么快就安排手术了 困意再一次袭来 我双眼酸痛 缓缓地闭上眼又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梦里面 我变成了一个鼓囊囊的气球 而捆绑着我的绳子有些松开了 伴随着空气不断被放出去 我开始辨别 我皱着眉头 眼前又被白光晃了一下 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手术已经结束了 对于手术时候发生的事情 我有些分不清楚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 麻醉效果还没过去 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来帮你拆纱布 李江佳取掉脸上的口罩 轻声细语地对我说道 我点点头 淡淡应了一声 好 术后 我再一次恢复了之前好看的模样 我甚至感觉 现在的下巴比上一次更加精致好看 我对李江佳充满感激 觉得他简直就是拯救了我人生的天使 从整容医院离开之后 我在生活中也变得极其小心 生怕再有什么磕碰 但让我奇怪的是 我的身体好像出现大问题了 先是时不时出现头晕眼花的状态 后来甚至还会间歇性地晕倒 我以为是术后的营养没跟上 但改善伙食之后 这样的现象非但没减轻 反而更加严重了 我开始害怕 于是赶紧给李江佳打了一通电话 李江佳没接 一连三天 我都联系不上他 我心里惶惶不安 在周末的时候找去了整容医院 可是整容医院大门紧闭 旁边的小商铺老板告诉我 这里已经关了好一阵了 三那一刻 我内心拔凉拔凉的 再次拨打了李江佳的手机号 冰凉的机械女生从听筒那端传来 彻底击碎了我最后一丝幻想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请确认后再拨 李江佳跑了 连带着整容医院所有人都消失不见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 我才惊讶地发现 原来我除了李江佳之外 没有整容医院任何人的联系方式 当初我因为外表自卑 甚至都不敢外出 在一次意外之下认识了李江佳 我开始了解整容行业 那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真的可以通过后来的努力 将原本的面貌改变 可那些都是需要钱来支撑的 好在李江佳对我很好 他说正好 整容医院刚开张 还在起步阶段 如果我愿意为他们拍摄一支广告 就可以抵消整容的钱 我还以为自己捡了一个大便宜 连生硬好 现在看来 真是可笑 我又去了一家整容医院 医生端详着我的脸好半赏 最后在纸条上勾勾画画 没什么问题 你的整容手术非常成功 你的脸看上去也没有任何要崩的迹象 不过你最近还在修复期间 切记不要磕碰到 否则的话再次修复是很不容易的 听了医生的话 我现在心里总算好受点了 既然我的脸没问题 那么李江佳也不算是斜款跑路 紧接着 我又紧张兮兮的问道 那我的身体是怎么回事啊 我最近总是觉得有点头晕眼花的 可我做手术之前 分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我是整容医生 也不是什么外科大夫 你问我这个 这我哪里小的呢 整容医生只是笑笑 不过据我所知 造成头一眼花的原因有很多种 比方说贫血啊 或者是低血糖都容易造成晕倒 之前李江佳也说过我低血糖 再加上医生都看过 我的脸确实没什么问题 我不再担心 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看着镜子里面那张近乎完美的脸颊 心中也不由得生出几分喜悦来 我终于脱胎换骨了 最近营养跟上来了之后 我似乎也很少再出现头晕眼花的状态了 我渐渐地相信 或许真的是我想多了 就在我以为自己的生活总算不如正轨了之后 意外突然发生了 我出了车祸 虽然只是被车辆轻轻撞了一下 但我却当即晕倒 醒来之后 我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 身边还站着一个面色焦急的男性 我的妈呀 你总算是醒了 我差点都以为你要死了呢 男子意识到自己有些口无遮拦之后 又道了歉 我撑着双臂 缓缓坐起身 此刻还有些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样子 我说真的 我真的没有开那么快吧 你要不要晕了两天 我原本以为你是碰瓷的呢 幸好身上没什么伤口 否则的话我就真的说不清楚了 男子巴拉巴拉地说了一大堆 我听着只觉得头疼 接着 我慢慢想起来之前发生的事情 我动了动手臂 发现身上确实没什么伤口 这才看向旁边的男人 我没事 你走吧 四 男人似乎也有些愣住了 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就 就这么让我走了 不然呢 我觉得这个人有些奇怪 虽说我很感谢他一直都在身边守着我 但总不会让我致富他报酬吧 男人 也眼神怪异地上下打量着我 我看着你的脸色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你确定真的不需要重新做个检查之类的吗 我摇头 掀开被子从床上下来 重新做检查的话 应该要花不少钱吧 这些天买补品回来吃 已经让我的钱包空空如也 现在能省一点就是一点吧 可是双脚刚落地 我就直接腿一软跪了下来 幸好身边的男人手机眼快扶住我 这还没过年呢 你要不要给我行这么大的礼 我没理会他的玩笑话 站起身就朝着外面走去 一路上 我看见医生护士都朝我投来各色的眼光 好像是在看什么稀奇 我内心不解 但很快又想通了 整容之后的我 走在大街上就是会接受很多人的注目礼 我早就应该习惯的 可是直到我回到家 当我看见镜子前面的人时 简直彻底愣住了 这个人还是我吗 虽然五官精致 面颊小巧 但是这苍白如纸的脸色 还有没有一点血色的嘴唇 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上网搜索原因 发现大部分网友给出的回答都是气血不足 我那颗悬着的心又一次落了下来 只要不是什么严重的大问题就好 之后 我开始在网上找工作 当有了一张交好的面容时 我也感受到了社会给我的特殊福利 比方说就连找工作都变得简单很多 尽管要穿着清凉去一些低俗的场合 但这也是来钱最快的办法 客人们可以一眼就看出我的整容脸 但他们并不介意 甚至给我的小费都比别人多 很快 我就成为了夜店里面业绩最高的人 看着银行卡上的数字不断升高 我觉得真正属于我的辉煌人生已经来临了 某天晚上 我竟然在夜店里面碰见了李江家 小齐 等会1900一包间的客人比较特殊 他们是来谈生意的 你把酒送进去之后就可以出来了 千万要记住别多看多说话 小心惹麻烦上身 经理拽住我的手臂小声叮嘱 在夜场里面工作有很多大家心知肚明的规矩 来这里玩的人身份高低各有不同 有聊公事也有聊私事的 而我们这样身份的人最应该做的就是管好自己的嘴巴 来这里工作的时间不久 但我也看清楚了很多黑暗事件 我深知来到这里还是保住小命最重要 我和往常一样 走进房间之后将酒水放在桌上 正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 突然听见旁侧的男人说道 江家啊 我听说你不是已经去国外了吗 怎么就又跑回来了 你也真是不嫌累的慌 吴总您可真是说笑了 我不也是个打工人吗 为了赚钱可不得天南地北的到处跑 吴 李江家笑了笑 端起酒瓶给吴总倒了杯酒 而正准备离开的我却顿住脚步 我一脸猛地转头看过去 好家伙 那可不就是联系不上的李江家吗 之前要不是因为确定了我的脸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非要将他告到警察局不可 李一声 我忍不住叫出声音 此刻更是将经理进门之前告诉我的话 忘得一干二净 李江家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像是才想起来有我这么一号人一样 郭小姐啊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你 真巧 他僵硬地扯了扯嘴角 随后继续跟身边的男人说话 按道理来说 现在我应该离开包间 可我没有动 甚至还叫了一声李江家 我可以跟你单独聊聊吗 满心疑惑让我不想放弃这个好机会 我想知道为什么整容医院突然之间倒闭了 李江家又为什么一直不愿意接我的电话 我看见李江家微微一愣 随后低声对着身边的男人说了些什么 他站起身朝我走来 走吧 我们出去说 李江家的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 故作亲密的样子却让我皱起眉头 他对我的态度还是跟以前一样 但我又觉得哪里不对 我们站在更衣室里面 我当着他的面打了一通电话 我换手机号码了 之前的号也已经没有再用了 李江家告诉我 为什么 郭小姐 你的手术已经完成了 并且你自己也看见了 手术非常成功 况且我之后换工作或者是什么 那都是我的事情 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张了张嘴 话的确是这么说 但是 抱歉 我只是刚玩手术那一段时间 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我想着是不是手术的后遗症 可是我联系不上你 整容医院也已经关闭了 所以我当时挺着急的 术后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 也会出现不一样的排异反应 这些我之前都跟你说过 况且郭小姐你的身体体质其实不算非常好 这一点你心里面清楚 是 我知道 不知道是时间过得有些久了 还是李江嘉的话确实很有说服力 现在我竟然答不上话来 好了 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走了 等一下 李医生 我叫住他 你现在还在开整容医院吗 还是在干别的工作 要不你还是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吧 我想要个保险 万一后续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至少能够让我找到李江嘉 可是李江嘉却双手一摊 我之前一直都在国外 最近回国还没来得及办新手机号 要不这样吧 等我什么时候办好了 我给你发个信息 李江嘉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完之后就重新回到包间 我不甘心 还想要追上去 这时候经理跑来了 发现我将他的话忘到九霄云外之后 更是狠狠将我训斥一顿 刚才不是跟你千叮宁万嘱咐了吗 送了酒就直接出来 你还在里面干什么呢 解释的话被打断 我只能听着经理的训斥 六 下夜班回家的时候 我发生了意外 有人从我身后冲上来 用一条湿毛巾捂住我的口鼻 一股刺鼻的味道钻入鼻孔 很快我就失去了意识 等我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 似乎看见头顶上方有几个人影 男人抱了句粗口 还以为是个好货呢 没想到有人先下手了 肯定是李江家那个婊子干的 行了 行了 走吧 趁他药效还没过 把人扔在路边吧 随后 我感觉到有人将我抬起来 直接从车后座上扔了出去 我在草坪上滚了两圈 后背落到了石头 疼得我呲牙咧嘴 那一瞬间 我的脑子里面还在想 我的脸应该没有受伤吧 药效还没有彻底过去 我四肢发软 在草坪上躺倒了凌晨 被路过的清洁工叫醒 姑娘 姑娘 你怎么睡在这里啊 快醒醒 我的意识彻底清醒 然而就当我双手撑着地面坐起来的时候 清洁工却看着我满脸惊恐 这是怎么了 我下意识伸手摸了摸脸颊 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 我立马打车回家 路上还在回想着那几个男人的对话 他们似乎提到了李江佳 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看了看手机 上面并未收到任何新消息 我突然有些后悔 昨晚就不应该那么轻易让李江佳离开的 现在我又一次失去了他的联系方式 我走到镜子前面 原本想要看看自己的脸颊 可是站在镜子前面的那一刻 我整个人都乱了 我的脸上开始泛红 仔细看还有很多小红点 像是过敏 但又不像 我不敢乱用药 生怕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可我仔细回忆了这几天的饮食作息 都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那肯定就是李江佳 我看着镜子里面几乎瘦的 只剩下皮包骨的人 内心开始有些惶惶不安了 同事们都羡慕我的身材 甚至还问我到底用什么减肥秘籍 但我压根没有刻意减肥 我是真的害怕了 于是拿上包就直接去了医院 当我摘下口罩的时候 医生也是愣了一下 似乎从未见过我这样的病例 他皱着眉头端详着我的脸 随后问我 最近有没有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 我歪着头想了想 随后摇头 没有 除了有时候没有食欲 渐渐消瘦下来之外 倒是没有什么不舒服 接着 我紧张地问着医生 我的脸 还有恢复的可能吗 这个还需要等到具体的检查结果出来之后 看看 另外我这边建议你还是去做一个详细的全身检查 更保险一点 听见全身检查四个字 我的心更是凉了半截 什么意思 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我也不能肯定 所以你还是先去做一个检查之后 我们根据结果再来看吧 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慌了 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我看见医生一脸凝重的模样 此刻也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医生 我的身体怎么样了 七 办公室内一片寂静 过了很久 医生才将手中的报告放下来看向我 你 他的神色似乎有些犹豫 到底怎么了 医生你有话就直接说吧 反正这些年来 我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呢 早就已经练就了强大的心理素质 现在也是一样 不管结果如何 我似乎都可以很坦然地面对 跟我预想的情况一样 你的身体里面少了一颗肾脏 不仅如此 你的血液中还有病毒感染 这才是造成你身体每况愈下的原因 你说什么 我愣住了 刚才还以为自己可以欣然面对一切问题 可现在看来 我根本就没办法直面 少了一颗肾脏 怎么会这样呢 你之前给人移植过肾脏吗 很大概率就是那时候 手术用具没有消毒干净 所以才会导致术后的体内病毒感染 这个对人体的危害非常高 可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捐赠手术 我虽然缺钱 但我绝对不会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我知道少了一颗肾脏 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医生看向我的眼神有些奇怪 接着又拿起报告看了看 看你的身体恢复时间 应该也就是这两个月之内的事情了 你可以好好想想 另外 你现在的情况很严重 我这边还是建议你尽快入院治疗 否则的话会危及到生命 我紧紧抓着手中的化验报告 失魂落魄地走出医院 火光电时间 我似乎想到了什么 整容手术 我突然想起来第一次手术之后 我总是觉得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来 现在终于知道是哪里不对了 因为手术的部位 所谓肋骨最下端 刚好就是肾脏的位置 我抬起手 隔着衣服摸着自己肾脏的位置 怎么都不敢相信 原来我这段时间的头晕眼花 还有日渐销售都是因为少了一颗肾 李江嘉 我重新拨打了李江嘉从前的电话 但早就已经处于空耗的状态 我二话不说 直接去了警察局 原来我当时躺在手术台上 迷迷糊糊间听见李江嘉说的话 那根本不是梦 而是真的 那时候 他们就在取我的肾脏 至于昨晚上突然被人绑架 那群人跟李江嘉也是一样贩卖器官的人 他们盯上我了 原本想要用野蛮的手段 直接将我身体里面的肾脏取出来 可谁想到早就已经被李江嘉动过手了 想到这里 我浑身不由地站立 难怪李江嘉那么爽快地为我进行手术 难道手术之前他对我那么热情 手术之后却像是个变了一个人 目的达成了 我对于他来说自然就像是个废物 还是个活不了多久的废物 警察局里 我将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和盘托出 你的意思是 那家整容医院打着整容的旗号 却暗中干着贩卖器官的事情 对吗 是的 他们告诉我不需要花钱 我可以用拍广告来支付医药费 可是手术之后我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每框愈下 刚刚在医院检查之后得知我的身体少了一颗肾 8 紧接着 我将手中的报告拿出来放在桌上 医生告诉我 如果再晚点发生的话 可能我就没命了 当然 这也还是要感谢我前段时间的各种大补汤 也算是吊灼我的半条命 警察相互对视一眼 情况我们这边已经了解了 也会按照你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开始抓人 只不过现在我们对于嫌犯的了解不多 可能短时间内没办法抓捕归案 这样吧 你就先去医院好好治病 后续再有什么新的情况 我们会随时通知你 我站起身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就在我准备离开警察局的时候 我却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两个警员压着一个戴手铐的男人 朝审讯室走去 我认出来这就是那天晚上在包间里面 跟李江家谈生意的男人 后来也是让他绑走了我 试图从我的身上挖走肾脏 我清楚记得他的声音 李江家呢 我冲上前 狠狠拽着男人的衣领大声质问 男人被我的动作吓了一跳 当看清楚我的脸之后 更是哆嗦着说道 什么李江家 你谁啊你 不我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少跟我废话 李江家现在在哪里 眼看着我们两个人就要扭打在一块 警方连忙上前将我们两人拉开 怎么回事 就是他 前两天晚上我看见他在包间里面 跟李江家见面 他们俩好像还在谈生意 后来我下班的时候 也是你将我给绑架 还想从我的身体里面挖走我的肾脏 别他妈胡说八道 我根本不认识你 也从来都没有见过你 看来男人还什么都没有对警方招供 所以现在听到我这么说的时候 难免还有些慌乱 可正是他脸上的慌乱出卖了他内心的想法 我更加肯定了 快点告诉我李江家在哪里 男人被我缠着有些不耐烦 但是当着警察的面前 又不好说什么 最终 他还是在审讯室里面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们 其实那天晚上也是我跟李江家第一次见面 我们上个月才刚认识 只在网上聊过几句 毕竟大家竞争对手 也谈不上什么合作朋友 你们果然是做器官贩卖的 那一刻 我的心都凉了大半截 怪我太傻 草草相信了李江家的话 都被人骗了 还帮着他数钱 李江家指不定还在心里面骂我是个大傻逼呢吧 瞧你这话说的 什么器官贩卖这种词也太难听了吧 我这也算得上是半个慈善生意了 我只是把健康人身上的器官给了那些需要的病人罢了 反正你少个肾脏也还能活啊 男人甚至还在为自己的行为狡辩 我将桌上的水杯狠狠砸在他的身上 你给我闭嘴 我气得浑身颤抖 这件事情你们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男人冷不丁被砸了一下 脑门上鼓了个大包 现在脾气也上来了 冤有头债有主 李江家挖了你的肾 你就去找李江家啊 现在对着我发什么脾气 警察将我拉出审讯室 此刻也低声劝说着让我先回去 等有了新消息再通知我 眼下看来 好像也只能这样了 九 我开始入院治疗 血液内病毒感染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我甚至看到医生护士都朝我头来同情的眼神 想来也是 年纪轻轻的就没了一颗肾 甚至还把自己搞成这个鬼样子 每每到了深夜的时候 我都因为药物治疗疼得睡不着觉 甚至也想过轻生 已死百了 死了就不用感觉到疼了 可是如果我就这么死了 我不甘心 李江家还没有被抓住 我绝对不能就这么死掉 于是 我咬牙强忍着疼痛 我没有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警方的身上 我自己也在不断找寻着李江家的痕迹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每天除了吃药做检查 大把大把的时间都被我用来找线索 有的时候 换药的护士走进来 看见我扔了一地的线索推理图 甚至还以为我在给警方干什么搜查间隙的大案呢 你的身体不好 如果可以的话就多躺下来休息 别想的太多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冲着护士淡淡笑了一下 但愿是这样吧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我还是没有放弃寻找李江家的下落 警方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那天抓住的男人 已经全部都交代了 他们也是一个贩卖器官的组织 只不过常年都活动在越南那一地段 这一次回国也是想谈生意 遇见李江家是偶然 然后两人就约着在夜店见面 也就是那天晚上被你看见的场面 他看着你不错 就等到下班之后绑架你 原本准备强行摘下器官 可是却发现你已经 我冷冷扯了下嘴角 跟我想的一样 那李江家的下落呢 找到了吗 目前还没有 不过你放心吧 从他的口中 我们得到了另外几个贩卖器官集团的下落 我想李江家既然这一次回国 应该也会跟他们有点联系 我点点头 挂了电话 看着外面新发芽的绿枝 我心中有些怅然 都已经开春了 而我还能活得过今年吗 也是在这一刻 我才开始意识到 原来相貌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内在 要是没有一个好身体的话 就算长得再美又能怎样呢 只是当我现在幡然醒悟之后 不知道是否已经晚了 我将自己的经历分享在网上 长篇大论只是为了宣泄心中的郁闷 没想到竟然还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在网上聊了起来 女生告诉我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长得很丑 也想要做整容手术 但是我担心手术会失败 到时候还要花更多的钱去做修复 我没办法给他一个肯定的建议 也只能尽量劝说 相貌这种东西都是天生的 我想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还是尽量接受父母带给我们的容貌 当然了 如果是必要的改变 也可以考虑 女生突然没有再回复 我便没再放在心上 突然有一天 他又给我发了信息 姐姐 我遇到了一个整容医生 他说可以给我免费做手术 只需要我拍几张广告照片 帮忙宣传就可以了 我想了想 还是决定去整容 十 看见消息的那一刻 冷汗瞬间冒出来 多么熟悉的说辞 我立马联系了警方 同时也在线上给女孩发信息 让她先别去做手术 对方很可能是器官贩卖者 我从女生的口中得到地址 之后也不顾自己还在输液 着急忙慌地离开 我跟着警方一块前往女孩所说的那家整容医院 在门口的时候 我当真看见李江佳正拉着她 女孩听了我的遭遇之后 暂时改变主意不想手术 可李江佳不想就这么轻易放过这样的机会 于是一直拽着女孩的手不让她离开 姚姚 你要是还有什么顾虑也可以直接告诉我呀 我们好商量吗 有疑惑是对的 我之前的每一个客户都是这样过来的 但是你要相信我 等到今天结束之后 一切都不一样了 你会拥有全新的人生 听见李江佳满口谎话 我不由得冷笑 当真是全新的人生吗 我缓缓走上前 眉眼充满冷意 只怕是用全新的面貌走向死亡吧 听见我的声音之后 李江佳的脸上明显有慌乱闪过 她甘笑着说道 小齐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真是太巧了 话音落 她看见我身后的警察 更是面色突变 小齐你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还带着警察来了 不得不说 李江佳的临场应变能力 的确让我很佩服 现在面对着警察还能淡定的跟我讲话 我一把将女孩拉到自己身后 冷笑着看向李江佳 你说为什么呢 你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自己心里面再清楚不过了 还需要我来提醒你吗 小齐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吧 我尽心尽力的为你做手术 你的手术也已经成功了 你现在去带了警察过来 干什么 还想抓我不成 李江佳的话刚说完 警察就直接拿了手铐 戴在他手上 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涉嫌人体器官贩卖 已经被逮捕了 你没有什么证据抓我 我不服 李江佳奋力挣扎着 见状 我直接走上前 狠狠给了他一个耳光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不可思议的仰头看着我 证据 我就是最好的证据 你用整容手术为名 的确帮我换了一张脸 但与此同时 你还拿走了我的一颗肾 甚至也因为手术器具消毒不当 导致我的血液被病毒感染 我只是众多病例当中的其中之一 在我之前 究竟还有多少个女孩 因为整容被李江佳坑害 恐怕都数不清了 李江佳被警方带走 而差点被他坑害的女生 也跟着我们一同来到了警察局 我站在审讯室的门外 内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李江佳倒是没有反抗 很快就将自己做过的所有事情 都交代清楚 他们打着整容的名义 行着贩卖器官的事情 昧着良心赚取不易之财 女孩向我表示了感谢 之后就回了家 我还是没能找到自己那颗 被卖掉的肾脏 至于卖器官的钱 李江佳早就已经花光了 我终止了治疗 想用最后一点钱 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 尽管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但仍旧将网上的故事写完 希望可以呼吁年轻女孩们谨慎行事 千万别再获得了 不止这些? 不止这些? 感谢观看